澳門 田花寶地的歷史可以追溯到420年 在1553年至1999年期間 曾被葡萄牙統治過 澳門在1553年開放前 島上的原住民主要靠著打魚為生 而經濟的形態和周邊地區 一樣屬於自給自足的 在446年間 海上開通了獅頭之路 成為了西方打通中國市場的模糊 將華南的農產品和手工製品 運送到歐、亞、美等的大洲 並設立幸運博彩 大大推動了澳門的經濟前進 但同時五光十色的賭場 對澳門造成了嚴重的光污染 什麼是光污染呢? 光污染是一種環境污染 是濫用室外照明造成的 更能反映出我們正在破壞大自然 和人類的生活環境 以及造成浪費資源 解決這個嚴重影響民生問題的前提 我們要先尋找光污染的根源 受訪居民認為 受訪居民認為 酒店和大型娛樂場的LED螢幕 變成物外牆、裝置燈 以及街道旁 商店、廣告招牌照明 自首三個光污染的原兇 光污染屬於物理性污染 主要通過視覺對人的心理和心理造成影響 長時間強光照射 頻繁的閃光 會對人眼的角膜和紅膜造成嚴重損害 導致視力下降 據數據可知 被調查學生視力不良發生率 從59.2%上升到70.6% 光污染除了會對人類造成影響 亦都會對其他動物造成影響 動物依賴是每日光明和黑暗之間的節奏 從而去支配自身的生命行為 例如繁殖、進食、睡眠 以及躲避保食者等 但是由於晚上被照亮 所以這個循環已經被嚴重破壞 我們熟悉的相關例子 有良妻動物、鳥類、暴雨動物、昆蟲和植物 都是會受到負面的 甚至是致命的影響 而光污染通過將夜間變成白天 強烈地改變了他們的夜間環境 人工光源的照射 是會影響以濕地為棲息地的良妻動物 例如青蛙等 他們夜間的叫聲是交配的一個環節 但是人工光源干擾了這項夜間活動 也都干擾了他們繁殖 令到這個數目嚴重下降 海龜是在大海裡生活 但夜間他們就會去到沙灘到呼輪 新生的小海龜通過識別海洋上明亮的地平線 找到大海 而人工光源會引誘他們離開海洋 更是佛羅里達這個周到 每年就有高達幾百萬的新生海龜遙折 夜間補色的鳥類會通過月光或星光來導航 人工光源會導致他們偏離航線 朝著危險的城市去飛行 每年都有幾百萬的鳥類 是死於碰撞高樓或高塔 而這些建築 很多的照明作用都是非必要的 各種例子都表明 強肝會破壞夜間活動和正常的繁殖過程 肝污染會導致動物受到危害 都會對整個生態有嚴重的影響 在今天的影片 我們更加了解肝污染 在光鮮亮亮的背後 我們知道肝污染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無論對人類或其他生物 又或是整個生態都有極大的負面影響